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d can i have your old t-shirt sure what for we're having a party at school really first tie these let me help then cut two small holes for my eyes and cut two big holes for my arms now let me draw something on it how do i look you look like zip wow you'll be a star 好了我们的故事听完了你们找出来这到底是谁了吗 可能有点问题对不对因为句子很多也有一些不懂的单词 没关系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学习之后你一定会告诉我who's this 这到底是谁好吗 首先老师还是一样的通过图片我们一起来学习句子 第一个呢是出现了我们的zoom的爸爸和妈妈在图片上对不对 那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zoom来提问了他叫的是爸爸对不对 来跟老师一起读一下啊 dad dad can i have your old t-shirt can i have your old t-shirt ok 那这个句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can这个词咱们都学过了叫能能够对不对 咱们以前学的都是i can表示我能 那这次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加了一个疑问号啊问号对不对 所以他表示的就是我能做什么什么吗 就是表示一种提问的句型 所以他在问爸爸 我能have叫拿或者是拥有对不对 我能拿你的old t-shirt 也就是拿你的什么呀 旧的T恤衫对不对 他就在问爸爸 我能用一件你的旧T恤衫吗 好跟老师再读一遍啊 can i have your old t-shirt can i have your old t-shirt 我能拿你一件旧的T恤衫吗 好我们看看爸爸是怎么回答的 爸爸很大方啊很大方说了一个 sure sure what for what for ok 爸爸答应了没有啊 答应了对不对 咱们学过啊 sure表示当然可以当然行对不对 爸爸说可以啊 但是他又问了一句叫what for what for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啊 what表示什么 for是不是表示为了 所以爸爸就虽然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是用来干什么的 对不对 就是拿来做什么 所以what for 咱们可以翻译成为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要给你呀 所以Zoom回答了 他说 we are having a party at school we are having a party at school ok我们只要抓住一个词的意思就行了 叫party ok party 叫做聚会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聚会啊 we will have a party 这里的we are we are having表示将来时 就是我们要 我们将要开一个聚会 还没有开对不对 要开一个聚会在哪呀 at school 在学校啊 他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聚会 所以我要用它 然后妈妈妈妈妈就提问了 really really 跟老师读一下 really 这是我们口语中会常常用到的一个单词 就表示一种怀疑叫真的吗 你们要开聚会啊 这么好啊 叫真的吗 所以妈妈提问了 really ok 把第一部分跟瑞妮老师一起再复习一下啊 都张嘴读好吗 都跟着老师一起来读啊 dad can I have your old t-shirt dad can I have your old t-shirt sure what for sure what for we are having a party at school we are having a party at school really really ok 我们的疑问句啊 一般要用声调来读它 really ok 表示你很好奇的语气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zoom已经拿上了 我们的t-shirt 它开始做了一些什么啊 首先呢 它说了一个 first first tie this first tie this 啊 好 first 咱们在第一单元就学过了 the first floor 还记得吗 表示一楼啊 表示一楼 所以first 首先啊 首先 首先它要做什么呢 嗯 tie this tie this ok this 咱们学过叫这些 是附属的含义对不对 然后呢 tie表示 记或者是绑 所以它要把两个东西 记在一起 我们来看看图片啊 它把两个部分 记在了一起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 zip说了什么 嗯 zip说 let me help you let me help you 表示的是 让我来 help 表示什么 帮助你啊 很好 let me help you 就是让我来帮帮你啊 看他做的很麻烦的样子 所以他来帮帮他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句啊 first tie this first tie this let me help you let me help you 就是让我来帮助你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很长的一段 对不对 来看看zoom 是具体怎么样来做这件衣服的啊 then cut two small holes then cut two small holes ok 首先注意 then这个词啊 表示接下来第二步的意思 他刚做了第一步 是记起来 对不对 then表示第二步啊 第二步做了什么呢 叫cut ok cut表示剪啊 剪切 如果你们爱玩电脑 一定会发现 你们剪切东西的时候 那个英文单词就叫做cut ok cut 剪切什么 two small holes ok老师要讲啊 这个hose叫洞 所以就说要剪两个小洞啊 剪两个小洞 干什么呢 for my eyes 我们知道 ice是我们的眼睛 所以他要剪两个小洞 为了我的两只眼睛 好 接下来呢 and cut two big holes and cut two big holes ok刚才是 small holes 是小洞 现在的big holes呢 是大洞啊 我们剪两个大洞 干什么呢 for my arms 我们知道arm是哪里啊 是我们的胳膊 对不对 所以剪两个小洞 是为了眼睛 剪两个大洞 是为了我的胳膊啊 胳膊可以穿过去 所以要两个大洞 接下来呢 now let me draw now let me draw ok我们知道 draw是画画的意思 接下来就说让我画 画些什么呢 ok draw something on it draw something on it ok我们要画一些东西 在它上面 明白了吗 所以它的步骤啊 整体来说分三步 第一步是啊 记起来 对不对 把两个东西记起来 第二步呢 就是剪洞 分别剪了四个洞啊 两个小的 two small holes 还有两个大的 two big holes 就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它是不要往上画一些东西啊 叫draw something draw something 来画一些东西 好 这很长的这一段啊 跟老师读一遍 then cut two small holes for my eyes then cut two small holes for my eyes 然后呢 and cut two big holes for my arms and cut two big holes for my arms ok arms在这里啊 表示的是胳膊 注意两只胳膊 也加了s arms 最后一步了 now let me draw something on it now let me draw something on it ok它的步骤基本上完成了啊 我们来看看zoom摆了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好 我们的zoom出现了 是不是这样的 跟老师刚提问那个图片是一样的啊 它就是穿上了这件衣服 然后是不是变成了zip呀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的小松鼠zip 我们来看看他说的是什么 嗯 他说 how do i look zoom自己在提问了 how do i look 表示什么呀 i look是看 how是怎么样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看起来怎么样啊 嗯 我看起来怎么样 好 他的爸爸妈妈就很惊讶地说了 you look like zip you look like zip ok我们学过look like 表示像 看起来像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看起来很像我们的zip了 对不对 然后呢zip说 wow 他很惊讶地说 wow you will be a star wow you will be a star ok star是我们的星星 对不对 天上亮晶晶的星星 所以他说呢 你将会成为一个明星 也就是你在我们的party上会成为最闪亮的那颗星啊 you will be a star 明白了吗 所以说我们这个图片上是谁啊 虽然他看起来长得很像zip 但其实是我们的大熊zoom 对不对 所以老师提的第一个问题 who's this 你要告诉我 this is zoom 对不对 是我们的zoom 好了 把最后一部分啊 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how do i look how do i look you look like zip you look like zip wow you will be a star wow you will be a star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storytime所有的内容了 接下来 Rinny带着大家一起把我们的单词还有句型总结一下啊 首先来看看我们的重点单词 很容易啊 第一个单词叫 动 动 还记得zoom剪了几个动吗 四个 两个大的 两个小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动啊 有哪些注意的 首先它有一个同音词啊 就是读音是一样的 但是意思是不一样的词 也叫做how 发音都一样 是不是读的也念how啊 只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字母w right 所以这个单词也念how 那这样呢 你就通过一个读音记了两个单词啊 前面再加了一个w 它表示完整的 完整的 跟老师再读一遍 how how ok 它表示完整的 而把w去掉呢 就是咱们今天剪的动 对不对 ok 接下来我们来造一个句子啊 叫我的袜子上有个动 刚好我们可以复习一下袜子怎么说啊 袜子怎么说 好 表示什么什么有什么 咱们是不是一般都用there be去行啊 所以有个动 有一个动 咱们用的是 there is 要用单数 there is a hole 那有一个动 在哪呢 in my sock 明白了吧 这时候的sock应该只是一个袜子上 是不是 所以我发现我这个sock是没有加s的啊 跟老师把这个句子读一遍 there is a hole in my sock there is a hole in my sock ok very good 这就是第一个单词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叫某事某物叫做something something ok very good 这个单词呀非常好用啊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记住 首先老师教你怎么样记它 也就是把这个单词拆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some ok some 咱们其实以前都见过的 表示一些是不是啊 一些 然后呢这个thing呢就表示东西或者是事情 所以合在一起something就表示一些东西一些事情是不是就是某事某物了 所以这个单词其实非常容易啊 something就表示某事某物 好接下来同样我们来造句子啊 给我讲些有趣的事啊 给我讲些有趣的事告诉我是不是就是讲给我听啊 所以叫tell me ok tell me啊告诉我 然后一些有趣的呢叫something interesting ok所以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情叫做tell me something interesting 好跟老师读一下啊 tell me something interesting 好注意这个单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音啊 你们都找到了吗 是我们的这个th对不对 老师讲过啊th的组合要怎么办 轻轻咬你的舌头啊 这样读的才更地道一点 叫something something ok very good 再看下一个单词 我们的明星星星叫做star是不是啊 就说zoom会成为那个星星最闪亮的星啊 我们的星星叫做star star ok很好 注意字母t啊字母t在s后面啊 它不发t的音发什么音 哎对我发我们的d的音是不是啊 发d的音啊发d的音 所以你不能读star要读star right star ok very good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单词 也有一个很相近的单词啊 叫做start start很好 也就是在star后面加一个字母t 它就表示开始啊start 同样的老师不是每次都教这种很容易记的单词啊 就通过一个单词你记两个 这样就会发现你的单词成倍成倍的在增长啊 所以你顺便记下开始叫做start start很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造句 嗯 它是我最喜欢的明星啊 这个明星是不是也可以用star这个单词啊 怎么说 他是 所以要先说he is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句子叫做 he is my favorite star ok he is my favorite star ok favorite这个单词就表示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 所以它是我最喜欢的明星叫做 he is my favorite star 很好 如果是个女的呢 如果你喜欢那个明星是女的 你是不是就不能用he了 把he变成什么 变成she就ok了啊 所以要说she is my favorite star 就行了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句子啊 重点的一些句型 那这课的句型最重要的这个叫做 嗯 what for 啊 what for 就是zoom的爸爸来问他 为什么要用old t-shirt 还记得吗 为什么要用他的衣服的时候 说了一个what for 他表示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好 那这个句型呢 其实是一个特殊疑问句 老师问了 老师讲过了啊 特殊疑问句就是不能用yes和no来回答的 那这个呢 通常是对事情的原因 或者是做事情的这个目的进行提问的 那我们它的用法就跟why是一样的 就是问你为什么 对不对 所以当zoom提问爸爸说我要你的old t-shirt的时候 爸爸也可以问why啊 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 好 那这个句子呢 我们一起来造个句子啊 说 I will buy a lamp 啊 I will buy a lamp 就是我要买一个台灯啊 买一盏台灯 那你为什么要买台灯呢 我们就可以问 what for 为什么 what for 明白了吗 所以放在语境里可以帮你理解啊 what for的这个用法 其实你是不是也可以问why啊 更容易一点 对不对 为什么呢 why 很好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句子 用will表示将来啊 用will来表示将要发生的事情 好 我们在课文中的运用是这样的 叫做 you will be a star you will be a star 你将会成为一颗星星 将会成为明星 是因为我们zoom的这个party 是不是还没有举行啊 所以我们的zip就说了 你将会成为一颗星星 但是还没有成啊 这就是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表达法 那我们的句型结构是这样构成的 首先呢 我们要用一个主语 也就是you 是不是啊 接下来呢 加will啊 就这里缩写了 这个点加ll的组合就是will 接下来呢 我们会加动词的圆形 也就是句子里的b ok 接下来再加其他的成分 就表示的是将要成为什么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怎么样去使用它 嗯 这个.ll是我们的will的一个缩写形式 对不对 把它变成了简写 然后呢 will not的缩写形式是什么啊 是我们的won't啊 记住这个形式 won.tr won't表示它的缩写 否定的缩写形式 那它表示的是啊 不会啊 将不会怎样 然后呢 我们的will表示将 won't表示啊 不能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它们后面都会接动词的圆形啊 都必须加动词的圆形 表示将要发生的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用句子来看看你们都掌握了没有啊 Let's play football tomorrow Let's play football tomorrow OK play football叫什么 哎 踢足球对不对 那tomorrow呢 咱们也学过叫明天啊 明天 那意思就是明天我们去踢足球 啊 我们明天要去踢足球 但是你有事情你是不是要拒绝它 对你要说了啊 sorry I can't 不好意思啊 我去不了 sorry I can't 不行 我不能去 为什么呢 我们给出了原因 就是明天要做什么 这时候是不是要用表示将来发生的句子呀 所以我说了啊 I will go fishing I will go fishing 我将要去干嘛 去钓鱼 和谁钓鱼呢 with my grand OK with my grandpa 跟谁啊 对 跟我的爷爷去钓鱼啊 因为明天呢 我要去钓鱼 跟我的爷爷 所以呢 我不能去踢足球了 所以第二句啊 我要去做什么 咱们这里用的是将来的事态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主语I 没问题吧 接下来是用了我们的will 表示将来 接下来呢 最重要的地方就出现了 will后面一定要用我们的动词原型 也就是用go 你用going呀 goes都是不行的 必须要用原型go 所以I will go fishing 明白了吗 就表示我将要做什么 好 这就是咱们的句型 咱们把这个单元学过的一起复习一下啊 嗯 首先这个图片已经出现过了 是不是啊 问这些是谁的啊 这些是谁的 或者这个是谁的 看看老师要提问哪一个 哎 提问这些书啊 这些书 你发现不是一本 所以要用复述的形式 我要问 are this yours ok are this yours 这是一个一般一文字 对不对 老师问了啊 问的很一般 你用yes和no回答我就行了 我说这些是你的书吗 你怎么回答 如果是肯定的 你就说 yes they are 对了 yes they are 是的 他们是 如果不是呢 就回答 no they aren't 对了 no they aren't 很好啊 注意它的复述形式 接下来我要提问一个单数的 我们来看看这件外套好不好啊 这是一件啊 所以我们要用单数的 如果我说这是你的吗 怎么说啊 嗯 is this yours is this yours 对我们可以把单复述对应着来看啊 这边用的是is 单数用is 复述要用are 然后这边用的是这个this 那边用的是这些this 明白了吗 所以单复述的区别就在这 同样那你回答肯定的 我们回答 yes it is 是的 他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呢 no it isn't 不 他不是 所以这边我们用的是is和isnt 那边用的是are和ant 对不对 所以单复述的区别非常容易啊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第一个重点句型 第二个句型呢 是我们上节课学的 哎 这个图片都出现了 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啊 哎 我们讲过的 首先呢是谁的啊 谁的 用whose提问 所以我要问 这是谁的裙子叫 whose dress is this 对了 又是单数的啊 注意动词用is whose dress is this 老师给出了mine 所以要回答 所以要回答 it's mine 对了 it's mine 就是我的啊 他是我的裙子 好 接下来呢 老师是不是要问颜色了 所以要用what color啊 what color来提问 what color is it 还是单数啊 注意动词的形式 is what color is this 怎么回答 还是its 对不对 its直接加颜色啊 it's green it's green 非常好 接下来第二幅图片 你们还记得吗 是mike的shoes 对不对 mike的shoes 怎么来说 先问这是谁的 跟上面对应一样的 whose shoes 但是因为是 负数形式 are this 对了 whose shoes are this 就是这双鞋是谁的 这两只鞋是谁的 那你要回答 they are 对不对 they are mikes they are mikes 表示迈克的 这是迈克的 接下来老师要问颜色了 what color 但不是is it 不是is it 怎么说 what color are they 对了 what color are they 同样回答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用they are 怎么说 they are yellow they are yellow 非常好啊 这就是咱们这个单元的句型 刚才那个一般疑问句和这两个特殊疑问句都学会了 对不对 很容易啊 你会发现多说几次你都会记在脑子里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内容了 好 接下来的第六课呢 我们会把这所有单元的单词和句型都进行一个总结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 see you next time